欢迎再次观看900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9月14日 在中国的网络内 疯传一则消息显示 军国人太高端了 居然在万米高空的飞机 厕所进行深挖过程 先不说刺激不刺激 厕所那么窄的空间发挥 就觉得有点惊人 有点让人大呼会玩 并且副上了本视频开头的相关视频 不过由于平台限制 视频经过编辑 有关此事我们查询到 英国当地媒体MIRROR 在当地时间9月11日的报道中提到 一对夫妻在飞往派对岛的 一节航空岛飞机厕所里 进行了一次真挖过程 这一过程被飞机上的 其他乘客拍摄下来了 并且在X社交平台 在救命推特上疯传 30秒的视频中 一个激务人员打开厕所 一男一女在厕所进行相关深挖过程的场景 被披露在其他乘客远前 有的乘客当场表示惊讶 这件事是发生在一节航空 9月8日从道的航班 另外英国当地媒体Independent 当地时间9月12日新闻中提到 一节航空对外公关人员回应称 已经确认从9月8日到的航班上 甚至两名乘客已被当地警方进行调查 这些有关一节航空 网络自信显示 一节航空是一间 英国的航空公司 总部位也 英国伦敦 卢顿机场 运营超过600条的国内国际航线 航点遍布32个国家 在科数首区一指 是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欧洲第二大低成本航空公司 仅次于瑞安航空 1995年成立后 一级航空发展快速 并购了其他公司 由于选择低成本航空旅游的 旅客持续增长 便在欧洲各地设置疏有机场